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便是公司集的住所 他们怎么在一块 你不想看 九云 九云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么大的妖气 惹得人连觉都睡不好 既然来了 那我也该会会他了 殿下光临寒舍 上班上的程度 有道理 好像一个个座位 就是要被创造了 您吗 您可以您的 您可以 您开心 您可以 竟能得到天延皇室的公亲礼遇 怕是这远近闻名的上仙庭了 也是现任得紧啊 不知先生家住何处 先生可有道场 哪儿来的什么道场啊 天下之大 哪里有盛世的欢闹 哪里就有我 这 一个人嘛 怎么惯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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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可惜了 你就没想过去香取山吗 去了 去了不就见不着殿下您了吗 说来惭愧啊 我这个人哪 向来与这什么仙山福地 没什么缘分 平日里呢 也就做多话 也不会什么仙法 这自然 也就不入什么 上仙大神的法眼了 是吗 本王今日叨扰 就是想同你交个朋友 可否请你满足本王 小小的一个不情之情啊 但说无妨 但说无妨 望先生 穿下面具 以真面相待 殿下 这是何眼光案 因为先生 像极了我的一位过人 殿下 我想看 是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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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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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做什么朋友 摘下来也吓死你 殿下 您看 我这副面工 可是您的那位故人哪 先生 你这胡子 略施先法 她和王子之间有迷人尔蒙 必然而蒙 风神鲸郎和我那位故人全然不同 得罪了 我和那位故人玩笑开挂了 他就喜欢如此这番开玩笑 刚才我真把你当成她了 殿下 那您那位故人 倒是有趣得紧哪 先生 您恕罪 这样 您就别住这破房子了 本王在高都给您安排一间 宽敞别院 给您赔罪 是是是 我明天就搬 花创大会 也为您准备个嘉宾上席吧 好啊 好 先生也是有趣的紧 记得要来啊 一定 小姐姐 您也是来向我家先生求画的吗 不是啊 我顺路过来采草药的 这样啊 我知道哪里有草药 我带你去 不必了 不必了 我自己知道 你还笑啊 我刚才差点被他整了露馅了 这不是没事吗 他说什么了 他说 邀请您老人家进城 给您准备一个宽敞的大房子 还邀请您去参加他那个花创大会做上编 好 好 郑重你下怀了是吧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不就是为了秦川才来的高都吗 他要刺杀太子 花创大会就是个机会 还有你在那儿做画 也是希望他能够主动来找你 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不想以傅九云的身份面对他 公子齐就行了 谁说我是来找他的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闯什么娄子就闯什么娄子 想怎么找死 我也不会再管他了 你还有小情绪了 此话当真 当真 说不管就不管 那你来高都干嘛来了 我 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事了 有没有发现 这狗屁太子身上的妖气 与我身上这两力如出一家吗 我跟他接触两次没错的 绘统 他也没有过来 在他肯定 Up 只勝出了 就所以现在務出现在 麻烦一个好意 是 你不能让他看大易度 那老总内可 那别要求你 我们再来 通ador 你的手 你吗 来 对 我去了凤眠山 那个浮夸的化仙 能力微弱 不是傅九云 更不是与我交战的那个人 是吗 那你能确定 他不是装的 他是装的 装得高深 我就吓唬了他一下 差点给他下尿裤子了 左紫辰哪 整天迎风我 他还是放不下那清高的架子 无趣 无趣套路 他愿意当你的战士 和香取山 和傅九云都有关系 杀他爹的人 是傅九云 不 傅九云 和左相美丑 杀手是从傅九云手里 得到了灵灯 香取山上下来的 没有一个好东西 有一个算一个 杀手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 引出他 就会引出傅九云 傅九云真在高度 你 湘 傅九云真在高度 是什么 你这个男人 紫辰 你今天当值一天 辛苦了 太子他 玄珠他 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 这事吧 夫人 殿下降旨了 给您和玄珠安排了一个大宅子 就在李军侯府邸的边上 那个宅子我知道啊 好 太好了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夫人 你别说了 我都懂 我先回房了 紫辰 你不认情地 但是把秦玄珠安排了 最古代的秦玄珠 非常有惊喜 你还不错 不认氣 啊 不是 什么 我为太子占世 殿下下旨夺情 均为陈刚 我不得不为 你一身学问 就是帮他品鉴美人 当他捡东西的狗吗 还是说 你对花创大选的那些美人感兴趣 我累了 先回房了 启禀殿下 此次花创大选 一共入围了二十二名家历 臣已经将他们 都安排在万花楼的乡房中了 臣还特地关照了礼馆室 让那些外籍家历 都学了天元礼 万花楼可装修妥当了 日夜赶工 已然成型 巴蜀送来的五鸡 相貌平平 连酒也是索然无味 我看那十六成啊 他们是不想要了 殿下 臣一直有一个疑问 想请教殿下 讲 此次花创大选 殿下是意在外国邦交 彰显国力呢 还是真的要在这些家历中 选出一位太子妃呢 太子妃啊 都是出身高贵 相貌端利者 才能身居其位的 太子妃啊 都是出身高贵 对 臣 明白了 你觉得玄珠怎么样啊 出身样貌 算是以德配位 只不过 三年前骊国国灭 晦气了些 下去吧 晦气 这样评判故国 左倾倒是很从容啊 臣乃东宫詹氏 理应为太子殿下 考虑得周全一些 至于谁 最终能获得太子妃的殊荣 还是要殿下您 自己决定啊 左左臣 师护之痛 对你影响很大吧 百里之外 一箭毙命 连灵力都让人取走了 太残忍了 你也是个做事 极其妥贴的人 此事也潜然查得月日 怎么就半点眉目都没有呢 你真不知道 是何人所为 殿下 微臣若是查到了凶手 还有什么心情在这 打理花床大选呢 家父克然尝试 痛心疾首 微臣昔日心高气傲 不屑许进入庙堂 与父亲产受了诸多嫌隙 如今悔恨之余 微臣只想帮父亲完成一日 以自己的绵薄之力 来为殿下肝脑涂地的侍奉妖神 这也是微臣能为父亲做的 最后的孝道了 听到你能振作啊 我就放心了 本王就怕那个凶手逍遥法外 借此次大选再生事端呢 殿下请放心 此次花床大选 臣已经打理清楚 不会有任何人 会伤到殿下 还得醒醒呢 川儿 川儿 怎么了这川儿啊 怎么了 公子齐先生进城了 公子齐啊 咱们赶紧去占位置 要不然就看不到吧 什么 什么阿姨 昨天让你办个签名就办不到了 还不赶紧的 我猪奶奶 走走 大家好 大家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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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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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你们这是去哪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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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干架还刺激 啊 我陪老板娘要签名去了 啊 我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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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里头的献献一手 只有那么一个黄瓜的距离 他还看我一眼 我确定他看我了 面积下的半张力 我已经被窒息了 你那窒息 是被后面那个胖妞给挤的 你别提那胖妞了 一提那胖妞我就来气 我眼睁睁地看着 公子齐给他签名了 还摸了他的手了都 那也许公子齐 只给年轻的姑娘签名呢 那他怎么不睁眼瞧一下秦川呢 难道秦川比那胖妞长得还寒孙呢 那 那只能说明 公子齐的眼睛被屎胡了 你可以骂我老 但不能说公子齐 公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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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把不都为老啊你 让我看一眼嘛 公子齐 公子齐签名 好啊 好 你好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好啊 好啊 大哥 我 되고我牵了名 还对我笑呢 你真是气死啦 牌子都拿好了 可千万别弄丢了 一定要保管好 到时候花创大选 进不了门可就糟糕了 拿着 一定得保管好了 把牌子一定保管好了 可千万别丢了 为什么一张名牌 只能拿一盒菜呀 天气这么热 还要比赛跳舞 连饭菜都不让多吃一口 怎么跳啊 别着急啊 姑娘们 饭 饭馆的人马上就到了 这谁知道什么时候来啊 来了来了 来晚了 饭来了 饭来了 我先到哪儿了 慢点 慢点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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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别着急 别抢 别抢 都有 来 姑娘们 谢谢 都有 都有 别抢啊 人人都有 咱们去那边吃 你 你来干嘛 姐姐 我是来给送饭的 两管事说了 姐姐吃不惯中原菜 这是我专门做的大盘鸡 拿来送给姐姐吃 姐姐一定要偷偷地吃 千万别让别人知道 好 姐姐 你一定要加油啊 你是他们中间最好看的一个了 所以你一定能当成太子妃的 我明儿还可以送鸡 好吗 吃得白白胖胖的 就跟我一样 你不知道吧 天原国的大皇子啊 他喜欢体态风浴的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吃饱 我一定吃 川儿 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呀 糖醋酥肉 怎么没见你做过 以前做的比较多 我听说呀 那个公子齐住进太位别院了 是太子殿下恩赐的 是吗 这城里的姑娘送吃食可都送疯了 她每天得吃这么多菜 不得胖死了 你快一点 你快一点 老姑 你这儿有桂花糕吗 这丫头刚做完鱼 满手的鱼腥味 一伸手 还不把公子齐给臭哭了 行行行行 你们就别闹了 我真的不想去送饭 川儿 你就相信一次姐姐 就算没要到签名 对自己打击巨大 也不能否认自己的厨艺啊 对 这不是重点吧 重点是公子齐这几天 必然吃了大鱼大肉 这几道清淡的一定爱吃 我说 你们两个是她忠实的爱慕者 那为什么你们不去送 非得让我去送啊 我 我 我去了 可她就见 年轻姑娘 咱们店就说你最年轻了 那年轻姑娘满大街都是的呀 老板 姑娘 我给你一钱银子 你帮我去送饭 做梦 人家自己也要送饭给公子齐先生的 一钱银子 岂能买走我的一片真心 一两银子还差不多 老板你们这儿有筷子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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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不 快快快快快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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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带的什么菜啊 我带的 汤玉绣丸 铸头春 芙蓉烟菜 见笑啦各位 人可鲜鲍鱼 凤尾鱼翅 比锡鲜鲍鱼翅 预警竹虽叶鱼 两位妹妹的菜色确实不错 但公子齐先生 可是画师啊 比起菜色可能 更注重审美吧 这位姑娘倒是生的标志 你带了什么佳肴啊 青菜 萝卜 一些水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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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大家都听我说啊 每个人呢 只收一钱银子的报名费 一手交钱 一手交饭 公子齐先生 保证把每一样饭菜 都仔细品尝 倘若哪家的饭菜 合了先生的口味 我们保证有神秘大礼相送 来 来 来 都排队了啊 排队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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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急 都别急 一个一个来 都排队啊 排队 不要急 不要急 都排队 排队 排队 后面排队 老天有眼 这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既然公子齐 与你们无缘呢 我就 都排队 也计不凉 你也有朋友爱吃糖醋酥肉 好吃 好吃 这才是先生我要的菜 随我来吧 好吃吗 好吃 有我心爱女人的味道 你一起吃啊 先生 张大人 你一起吃啊 真是稀奇啊 活着门厅冷落的太尉府 头一次来了这么多姑娘 待在门口全部是给您送饭的 在下实在抱歉 多有掏扰 给我倒什么歉呢 只是 原来先生 已经有了吹金转玉的美娇娘 若是 被门外那些姑娘看到了 可是要伤心的 大人 您误会了 她呀 她是我最爱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女儿 我不会 我不决定 她 就怕先生出来这高都 吃不惯 住不惯 大皇子是要怪罪我的 大人您多虑了 我在这儿呢 吃得好 住得好 那就好 我现在就拆人 把那些姑娘送来的伙食 处理掉 好啊 那就有劳了 请 说了这么久的话 怕这饭菜都凉了吧 去哪儿啊 这菜还没吃完呢 傅九月 你呀 小川啊 你可真没良心啊 先是放老虎咬我 然后又用神仙罪蒙我 又把我一个人 丢在那冰冷的客栈里 你倒好 一个人 跑到这繁华的高都来 你想干什么呀 在骊国戏弄我的那个公子齐 也是你赴九云了 是我 大人我心胸狭窄得很 改了我的曲子 还能安稳度日的 也就你一个 公主殿下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在高都 不仅如此 我还知道你去过凤眠山 偷窥公子齐 来让我猜猜啊 一色童片准备好了 假发也买好了 胡选舞步不好学 不如用离步来代替好了 我跟你讲过 让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 嗯 你放心 我来此地不是为了你 更不是为了灵灯 在这高都城里 我继续做我的公子齐 你呢 继续做你的小雏娘 咱们呀 互不干预 嘴上说着互不干预 那你为何来高都 大人一定是想告诉我 果真是来看美人的 自然是来看你 看你仅凭蝼蚁之力 能在这高都城里 捅出什么样的蝼蚁 看你使劲浑身蟹 说掉入万丈深渊的时候 是嘴里嚷嚷着复国 还是说 九云大人 救救我 你也不想让你 那就可得让您失望了 就算是我跌入万丈深渊 我也能够生火搭造 过得好得很 今日的话 傅九云你记住了 傅九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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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个名字罢了 上一次 没能陪着你 这一次 我总会把你抓住 一座城一盏灯 虔诚了 消丝 冥冥之中 梦里共住三千尺 纷纷细雨迟 你暗花又逝 浪迹了谁放过的事 我会追随你 直到今生今世 你来 风花四季和你的样子 你留在这儿 呼他周全 明白了吗 青春姐姐 你让我照看的人 她不在了 什么 她只留下了这个 这八个字有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这个人喜欢你 所以要随你到天涯海角 谁让他喜欢我了 自然说了 我可不愿意让他找到我 你还是去见他了 是他自己聪明 把我认出来了 分明是你故意让他认出来的 傅九云 我就不明白了 你自己说的 不管不顾 那为什么还让秦川知道你在这儿呢 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挺好 什么挺好 才不好呢 做傅九云他要过爱了 他不如做一个了无牵挂的公子齐 看戏 看美人 他也乐得个轻松自在啊 得了吧 堂堂一介上仙 竟为了个女人躲到面具里边去了 有这么跟主子说话的书头吗 你还挺入戏你还 我可告诉你啊 三天之后就是花创大选了 他肯定是会动手的 你 当真不管他死活 我说了 他爱怎么做此是他的事 我呢 就做毕上官 我倒要看看这个丫头没了我 能有什么能耐 意思就是还是得去呗 去呀 去用什么身份去呢 傅九云 公子齐 哥 梁 兄弟 我就嘱吐你一句 咱能不能 憋在花创大会上动手 行 我懂你 我跟谁都不动手 行了吧 你真是我见过最虚导的仙人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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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导几百年了也没见你烦我呀 今晚就是花创大选盛典了 你们可都是精挑戏选出来的美人 你把身子站直了 不要这么懒散 大家再把配乐最后确认一遍 舞台上不要吃东西赶紧收起来 你要不要当太子妃了你 快点的 瞅瞅你们 这都什么时辰了 怎么还上几个人呢 那个那个 波子来的胡鸡呢 人呢 妈 刚才在那里 快去找找去啊 不要这么懒散 快去 看看人到哪儿去了 谢谢 人的那个 真是什么呢 你们太大了 欢客了 我的天啊 小小小小小的 你那么自然 就那么更兴趣 听不清楚 你能不能够赴ari 那里 画面适当小的 你看 好 好 臣弟来迟了 好像 我错过了什么 还不仅你送我的离国武器呢 看看就知道了 诺 好 别到了 陪我一起看她 怎么样 有哪个让你觉得不俗的吗 这些美人想向殿下献媚 但是殿下如此威严 他们被殿下的气场所震慑不敢上来 在我看来 着实像跳梁小丑 听你这口气 好像根本就不把他们的样貌和武艺放在眼里 论样貌 人者见人不敢评评 论武技 确实不及离国女子万一 论他暗色 他们都不及于你